好 真的要說 今年就是飛龍在天的行情 台股市無敵強 讓大家想到了當年 很多人沒有參與過的 一二六八二的盛況 今年感覺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未來我們一起來看 那麼這波當然是資金行情 台灣情因此沒有 這個時候你說 還有三大面向 這個部分的錢 在繼續流入股市當中 對 那跟著熱錢來走 那其實基本上 為什麼台灣錢會這麼多 從三個方向來看 第一個就是從2019年8月的時候 就有所謂境外資金匯回專法 那目前截至到今年的三月來看的話 已經匯回了三千多億了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知道現在國內的利率低 那當然也影響到 一些儲蓄險的買器 其實這以前 吸了很多資金在裡面 那綁了很多錢 可是現在看起來 受險業的解約資金 大幅度的增加 那這解約其實它包含 一個是保險給付 那裡面當然也有包含就是 大家把錢解出來之後 就是要找利率更高的標準 來做投資 那你可以看到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大概這幾年 其實陸續都在慢慢的墊高當中 那尤其疫情過後 可能整個股票市場的熱度 更強力的吸睛進來 所以到去年底來看的話 已經超過2.4兆 那還有第三個部分 就是來自於國內的超額儲蓄 那這幾年來看的話 基本上大概都是超過3兆以上 所以你把這幾個零零鐘 加起來就發現 這熱錢是不斷地找新的出口 所以也難怪 為什麼營建股會很熱 因為房子賣太好了 那所以我們就要回頭去想想 那到底營建跟資產股 漲到這裡還有沒有空間 那尤其有很多資深投資人 以前就賺過營建資產股的 這種所謂的快市行情 那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資產股當然你要去分辨一下 因為台灣有很多土地資產 大部分都是一些老牌的製造業 那有些其實都把那個50年前 80年前的主產 每隔幾年就要拿出來 講一次炒一次 那個其實如果沒有進入到 實質開發活化 到最後可能都是在上面 套了很多無辜的散戶 就是準備拿來割韭菜的 但是我們舉一檔股票的意思 不是報名牌 你不要超完代後就轉台 這個4420光明 這也是紡織股 那我們是以它過往這個股價 為什麼能夠這樣子 從30幾塊 然後飆了一倍多到70幾塊 其實經歷了什麼呢 第一個 其實資產股要大漲 第一步取就是 先有利多題材出來 也就是說公司決定了 董事會通過了宣告要賣土地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可以算了 按照土地的最新的市值 大概可以貢獻多少錢 然後EPS可以抓多少 這個部分其實很快 它就會瞬間去做反應 可以看到公告利多出來 連續跳空漲停 第二個部分 再來賣土地 總共有些時間 真的賣掉了 真的也任列進來了 這時候就第二步取 財報就會反映進來 第三步取 通常會有 不過這個不是百分之百保證 第三步取就是說 如果公司不是太盪聲 夠大方 再加碼告訴你說 我賺了錢回饋給股通 我要高配息 這個部分的話 就可能還有除全息的行情 所以大概事實上 會有這三步取 我們大概就拉回到現在來看 現在因為有很多的資產股跟營建股 相互揮應 這段時間也是熱鬧滾滾 對 這個營建資產股這麼多 我們怎麼選 好 第一個 我就跟大家提一個南港 因為南港的本業是輪胎 這一塊也在復甦 但是當然更吸睛的那一塊 更受到市場關注的是在於 它的南港地區的超級大 世界明珠 大家如果有坐高鐵 坐台鐵 到南港地區走走的話 你去看一下 那個土地面積非常非常大 其實它整個規劃就是有商場 有住宅 也有辦公大樓 總銷金額達到800億元 如果我們扣掉相關的成本等等 去算一下之後 發現整個案子 入账之後可以貢獻南港EPS 29塊錢 非常非常高 而且大家有一個概念 如果一個電子股跟你講說 明後年後EPS看多少 都說不準的 因為其實景氣變化太大 可是賣房子的賣一戶賣兩戶 其實這個數字八九不離十 抓得準 從今年開始到2027年 依序它會按照 就是它的一個完工進度 任列11% 55% 22% 10%左右 換句話說 今年跟明年是爆發力特別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有長線能見度 第二部分我們談一下 在這個板橋推案子的紅河 看代號1446 這原本也是紡織成衣公司 不過現在這一塊也不重要 重點是在於 它在新版特區附近的建案 其實總銷預計133戶 現在因為已經蓋好了 這就一個重點 很多營建公司是先售後建 你就要等到什麼 全部完工才會入帳 你可能要等 等到明後年 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但是這個軍靈建案 它是先建後售 它已經全部蓋好了 所以現在每賣一戶就認一戶 每賣十戶就認十戶 所以去年9月開始公開銷售之後 去年第四季EPS立刻跳到0.99 然後今年第一季跳到2.13 你看很驚人對不對 這還好 為什麼 因為其實整個案子貢獻 可以有來到36塊錢 現在任列進來基本上 也不過就是算是一個尾數而已 所以後面還有大筆的一個金額 可以陸續貢獻入帳 OK 有人說股市還是真的滿高的 我如果要來個資產配置 當然現在我們講過很多次 債券也不錯 股神巴菲特 其實他買了很多的短債 這個時間點 買債券怎麼買 好 剛剛節目前面有提到 降息的預測 事實上今年真的是 一改再改 一變再變 現在看起來9月有機會 但會不會哪個就業數據 通膜數又變 我們不知道 只能說 其實從去年聯準會 停止升級之後 國人拼命去買債券ETF 的確造就好幾檔 規模超過1000億的債券ETF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報酬力不好 他們的共同點是什麼 他們其實都是長期債券 所以事實上 因為這是為了賺到時候降息 債券時間越長期 到時候降息它的受費的程度越高 大家覺得說 但還沒等到降息 停止升級以後 以為馬上會降息 然後馬上就有價差可以賺 結果沒想到 債券的春天一直遲到 反觀 短債ETF 事實上 很多人沒有去注意到 因為我必須很殘酷的講 你看這個規模 真的冷冷清清 蠻可憐的 大一點的100多億而已 剛剛那個都超過1000億 少一點的 還有3億 1.9億的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還有這一些可以選擇 對 這一段不是業配 但真的要幫他們講一下 委屈了 因為為什麼 你看 報酬率比常在好 對 今年以來 或過去一年來報酬率 你看這個還有二位數以上的 所以整體來講 我覺得目前投資短債 是當下比較好的策略 並不是常債不好 但是你必須搭配 為什麼關鍵字就是在 利率是倒掛的 倒掛意思是什麼 就是正常的情況之下 應該長期率高於短期率 現在倒掛了顛倒過來 短期率高於長期利率 所以你買短債 它的配息率本來就會比較高 在當下倒掛的環境裡面 短債的配息率就比較高 再來利率總是會回到正常曲線 所以以後準備要迎接降息的時候 一開始這個短期的利率 它就要修正 而且修正的速度 幅度會快於長債 那代表什麼意思 大家想通過嗎 價錢也賺得比較高 價差也多 對 輕易就是高財生 所以就是短債在降息的初期的時候 它的因為利率下滑得更快 所以價格漲的速度會更快 所以我覺得 我們常講股票配置 其實債券也要配置 你要有短要有長的部位 現階段來講 先以短債為主 接下來確定降息之後 你再去買長債 這邊目前國內有月配期的債券ETF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我個人認為 其實有一檔 你可以去留意 就是00945B 因為這個是目前唯一一個 它是月配 而且它又是短債 投資五年以下 最後一個條件是 它是投資債 非投資等級債 如果景氣是往上復甦的話 也不用擔心違約 非投等債期表現也會特別突出 如果擔心違約的話 其實因為我去看過它的一個公開說明書 它把真的比較危險的 CCC級以下的 那種真的是垃圾債 它剔除它不買 都沒有買 它買的其實就是BB跟B級的 也就是說比投資等級只差了一點點 大家看其實過往的違約率 分別只有0.8跟4.1% 所以其實還算相對安全 OK 因為它是買一籃子的債券 大家比較不用那麼擔心 謝謝未來很清楚分析 短暫優先 好 我們繼續請莊貴一起來看 今天要幫大家找的是 財富自由的那一道光 每個禮拜都要幫大家找光 今天你說這個光是 記憶體的光越來越亮了 是 今天不僅是找光 而且春宴也來了 所以首先這個燕子 是來自於什麼 北方還有東方 南韓三星跟海力士有沒有 它全力衝刺HBN跟DDR5有沒有 下半年起它停止供應DDR3 所以造成DDR3近期的價格 已經飆漲多少 兩成了 而且下半年它價格還會再上揚 隨著這兩大記憶體退出DDR3之後 對台灣的記憶體業者就是怎樣 有利的 相關的台廠可以受惠這一波的 轉單的商機 推動業績迅速回溫 因為整個D-Learn跟 這個產業有沒有 已經第一期已經很久了 好不容易碰到這個春宴來了 DDR3目前的市況有沒有 事實上三星它已經通知它的客戶有沒有 它本季底就是第二季度的話 它就要停止供貨DDR3了 那海力士把它DDR3 在無錫廠的產能有沒有 通通轉到DDR4 那鎂光它是根本就是削減DDR3的產能 那為什麼他們要去削減 就是這個AI造成的 AI的什麼 HBM 他們通通要轉去做HBM 跟未來的AIPC要用的什麼 DDR5 這是最主要原因 那採用DDR3有誰 有什麼產品呢 LCD的監視器 Wi-Fi 數據機 數位機上 連這個掃地機器人都是 這個就是用DDR3的 那後續效應呢 就是造成DDR3 三大廠不做了 那所以它的價格就不斷漲 尤其下半年還要再漲 所以漲幅在擴大 那這個是未來台廠可以受惠的 像華邦 這些相關的廠商都是會受惠的 海力士奇從去年第四季開支 它每個月的報價都是往上漲的 海力士又繼續漲價 它的LPDDR5 DDR4 還有DDRN的這些 整個低論 它的漲價15到20% 它已經公佈了 那從去年的Q4一直到什麼 今年到第二季 累計已經漲了多少 60%到100% 尤其是Q1營收來到12.42兆韓元 同比增長多少 144.3% 一倍多 不得了 是歷年同情新高 營收 整個營業利率來到多少 2.88兆韓元 遠優於外界所預期1.8兆韓元 那公司也表示 以AI為導向的所有的記憶體需求 它會不斷增長 那普通連低論 普通的低論 下半年也要開始恢復整個的成長 尤其它今年要推出什麼 10奈米的 30GB的 DDR5的低論 那它的HBN HBN 3E 它也要講給 即將講給NVIDIA 所以整個的海力士導向 從以前人家講 低論是產業 現在已經變成大賺錢的產業 未來更是大賺錢 但是我們台灣指標股群聯 台灣法術會竟然跌了兩根 這個什麼原因 原本是要春夜來了 我們常在講說 有時候法術 小白會講說變法衛 那真的就變成這樣子 原本它召開法術會同時 亞系的外資已經把它從目標價 從638調到多少 808了 這幅度是很大的 沒想到法術之後 它有幾個原因 三大原因造成 它的整個股價被嚇殺 原本是看多了 被殺空了 那首先就是 他覺得 群聯覺得說 NEMFH如果急速上升的話 可能會造成中端系統會害怕 所以會造成什麼 整個泡沫化 這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 他提到中國大陸 很多的手機廠跟PC廠 現在已經吃很多庫存了 暫時已經肚子不餓了 而且他說這些模組廠 已經受不了 開始要怎樣 拋售手上的儲存型記憶體 加上群聯它目前庫存有多少 300多億 造成法人投資者的疑慮 尤其四月的營收 不如怎樣預期 月節的23.89% 不如市場預期 所以他股價5月13號開盤之後 直接就跳跌停 隔天又差點跌停 後來終於守住半年線 半年線在585左右 那我們錄影的當下 股價來到589% 那也就是群聯 你一下子 那會不會衝擊整個記憶體的復甦嗎 會不會衝擊整個記憶體的復甦 不會 對 所以這個執行長馬上就要連續 召開市場的法說 來說明他公司的營運現況 跟外來現況 應該講這個是不得不 從天而降的那個徽天鵝 所以造成他這個怎樣 這個股價往下下降 所以你反而覺得 是個進場時間點 這個就是一個最好進場時間 待會後面我會講 OK 我們來看一下上中下游的連貫性 整個機體族群 分成IC設計的 還有一些立基型的D-Rain S-Rain 那IC測試 還有模組場 晶圓場 首先 一開始起漲 一定是什麼 這IC設計的軍聯 IC測試的誰 歷程 還有什麼 模組場 威剛 創建 石拳這些人 緊跟著第二部的話 就是會來到誰 晶圓場 藍雅科 華邦艦這些 到了最後 今年 下半年之後 開始會是誰 立基型的 像旺宏 金豪科 裕創 這些都屬於 立基型的 緊跟著部長 當然 艾普 比較可惜 它是IP 這陣子IP股 跌得很兇 我覺得整個記憶體模組 整個記憶體族群 各位你可以這樣去看 選股策略來看 怎麼樣找 好 首先是衛鋼 衛鋼 Q1 它營收來到108億 所以陳一百董事長也講 未來威剛的兩到三年內 它營收至少都是破400億以上 它的Q1 EPS就已經來到3.58了 我們來對比 你看他們估得多把手 竟然只有11塊到12塊 我們隨隨便便把它乘以4 都來到15塊 所以為什麼說要兩邊賺 第一個賺什麼 逸出來的EPS 也就是你預期沒那麼高了 突然間跑出來了 比預期還賺得更多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什麼 本益比 現在大家對低潤都存有膽戰心機 所以都給它本益比都比較低 所以本益比可能調高 調高 可能從現在的10倍11倍 調高到多少 15倍 甚至往上到20倍 大家在做投資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重點 首先就是EPS 第二個是什麼 本益比 那你看 我們這整個 它已經講了 本季的低潤跟NFH 還要再漲 各位 你知道威剛以前毛利多少嗎 不到那個 不到20% 現在已經漲到多少 它第一Q1財報出來 已經來到26.3了 這是非常驚人的 所以這個已經被低估了 首先EPS被低估了 再來它的本益比 也是被低估了 未來就要看它的這個 增幅的價值所在 再來 實權 實權Q1 也是創造 那個同期新高 來到90.7% Q1的EPS 就已經來到4.1塊了 那我常用一個 道理在講 就是說 你如果過去的股價 它長期在七八十塊 它只賺多少 它今年Q1賺的都已經賺 去年3.38了 你很簡單的把80乘以4 這是最簡單的道理 未來它的股價大概就落在這裡 而且接下來三四季是旺季 Q1它都可以賺4.1了 Q2又看好 Q3 Q4是什麼 整個低潤 整個NFH也旺季 所以未來它的漲幅是相當大的 三到四季 所以這個是另外一個就是實權 OK 好 下一檔 再來群年 它的Q1就已經來到賺了12塊 這邊12塊 賺了12塊 那它今年的估 37到40元 你覺得也是滿出來的 都是溢出來的 而且非常保守 這個就是重點 就是我們投資者 你要去看這些 最後就講到歷程 歷程就是 Q1成績還不錯 2.32 它未來具備什麼 它開始要去封裝HBM 這是一個很 這很大的一個突出 還有它要去做COVAX相關的方案 今年它預估1PS 13塊 現在股價只有167 其實這都是值得期待的 OK 這是記憶體部分給大家做參考的 好 謝謝中顧問 我們再回頭來看 投資這個回歸基本面 代表要告訴你 從第一季財報公布之後 裡面如何找出潛力的黑馬骨呢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